最新消息 那麼受到昨晚地震的影響 在屏東馬家鄉的屏磚五道路 還有舊伐灣的道路16公里處 攤方非常的嚴重 落石不斷 有16名遊客他們受困在山上 那目前因為還有零星的落石 所以暫停搶修 而公所也預計在下午2點之前 要搶修出暫時的通道 讓受困的遊客可以安全上來 最新情況零星記者黃柔榮 柔榮解說 好的主播 帶您來關心台東地震過後 屏東馬家鄉落石狀況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現場攤翻高度大約是有兩層樓高 而且還是不斷有落石滾落 現場情況是相當危險 這條道路是通往知名秘境千年古城 所以地震當下有16名遊客受困山上 有16人露營的部分 他們已經安全在那邊 到下午16時才會出來 那這個道路大概預計會在14時 左右就開通 讓遊客民眾能夠安全自己下山 馬家鄉公所已經禁止遊客和居民上山 並且在救馬家國小設置臨時管制上 避免有人誤闖道路發生危險 其實在昨天上午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已經發生過貪方 沒想到因為昨晚的關山地震 讓原本塌陷的貪方處繼續擴大 還有零星落石 鄉公所預計在今天下午2點 搶修出一條暫時通道 讓受困在山上的16名遊客能夠安全下山 以上就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還棚內主播 於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